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由論壯香港和香港青年 一起聯合製作的 我們今天去哪裏的節目 我看到我們的背景是一個沙灘 一看就知道這裏是石澳 我們是否很想立刻藍材衣服 立刻跑游 我們會在石澳分享些甚麼給大家 石澳除了有沙灘美麗之外 亦都有很多神秘的景點 例如如華道、情人橋 或者是一個簡短的行山路線 以及最重要的是 我們今天也會分享一些電影裏面的場景 大家有看過周星馳的喜劇之王 應該都知道有些場景是在石澳拍攝的 但是那些場景在哪裏呢 我們稍後帶大家去探究一下 不過我們也想在這裏 加一個有意義的活動 那是甚麼呢 行山和在海灘執垃圾 那麼多人記住 自己的垃圾自己帶走 不過開始之前 請大家幫幫忙 留言、分享、訂閱、讚好 將影片廣傳給你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加多人都知道 香港青年和輪盡香港的節目 事不宜遲 不如我們就執垃圾完再去行山 好,沒問題 事不宜遲 Let's go 開始 雖然這個是一個政府核下的海灘 定期都有人清潔垃圾 但是那些垃圾好像執垃圾都有 無論執垃圾多少次 那些垃圾都會出現 而這些垃圾的種類 通常都是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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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 很多塑膠 那這裏除了塑膠之外 也有些人留下手筋在這裏 甚至乎 會有人在這裏 享受日光肉的時候 吃雪梨 吃完留下一個雪梨心 都還放在沙灘那裏 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著 雪梨心會長出一棵雪梨樹呢 但是除了這些物品之外 塑膠飲館 甚至乎有人在這個沙灘 吃冰凍的乳酪 也都是會有的 而這裏也有很多水瓶蓋 那些人帶走水瓶 但是就留下一個蓋在這裏 那大家千萬不要學這種習慣 要不然 十個瓶只有九個蓋 是不行的 除了很多中蓋 膠之外 連鞋箭也有 莫菲這個人士 真是沒有鞋玩劇酒的其中一位 好啦 公佈一下成績 我們一打開膠袋 哇 我們短短十幾分鐘之下 撿到一袋的垃圾了 裡面除了膠 膠 膠 毛巾仔 雪梨心 最多是什麼 就是瓶蓋了 一撿完垃圾 我們就馬上出發了 在迴旋處走過去 首先尋找第一個景點 我們就選迴旋處 左手邊這條路 一直就向巴士總站出發 因為這道巴士總站 往旁邊就是 蛇奧健康園 蛇奧健康園 是一個什麼地方呢 就是周星馳喜劇之王裏面 和張柏芝在連戲 張柏芝的眼睛很閃爍的地方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 這個蛇奧巴士總站 這個蛇奧巴士總站 也是一個景點 是一個非常古舊而雙層的巴士總站 在香港非常非常少見 簡直是罕見 在巴士站旁邊就有一條路仔 這個路的門口就有個牌坊 牌坊上面就是寫著石澳健康園 大家看到這個牌坊 這條路就開始走進去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如果有開車來的朋友 千萬不要把你的車停在這條路上面 因為這條路上面的車 應該是屬於這條村的居民所擁有的 這些位置也是他們的私家車位 不要亂佔用別人的位置 如果不然 掉了個輪胎 我們也幫你不要 不要亂佔用別人的拍攝 好 好 這裏真是一個拍戲的勝地 剛巧我和家偉過來 又遇到有人拍戲 有人拍戲 大家如果看到的話 就不要隨便騷擾拍攝的現場 我們通過的時候 剛剛都問了 可不可以過的 不需要到電影的拍攝工作 我們就繼續向前走 大眼睛 這裏這麼熟面 這裏是哪個景點 沒錯 這裏就是石澳健康園 周星馳在面前那棵大樹 教張柏芝做閃爍的眼神 咦 這裏是哪裏 大眼睛 你要帶我去哪裏 這裏就是天后廟 這套戲裏 周星馳就是帶了田統輝 來到這個天后廟的門口 來到收下基閣陀地 我會一直在這邊暗中提點 咦 這裏很爽 這位是師兄 沒錯 你是不是有20元要給我 我的樣子像田統輝 應該收你20元 這裏真的充滿著很多個回憶 大眼 其實除了這個位置 好像另一邊 也是有另一個玩法 在我們鏡頭背後 其實就有一個位 是周星馳 敢代田統輝 收陀地的位 這個位置就是一間餐廳 現在也是一間餐廳 不過這間餐廳 已經不同了經營者 大家轉個鏡頭 過去看看 鏡頭一轉 這間餐廳 就變成西式 好像Cafe 今天還沒有做生意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少了人收陀地 這段我記得 我記得 那個時候就是 裝單拖 裝單拖 不要跟我說話 要裝單拖 要裝單拖 打電話 裝拖馬 家偉都裝得很神似 看來真是周星馳粉絲 你當我少爺的嗎 但少了一張桌子 還有一個小朋友 不穿三個位 現在我們來完天后廟的景點 走出去大路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走去的地方 其實都有點遠 但是有小路過去的 不過我們不選擇走小路 因為走小路的時候 我們要經過石澳村的村民民居 會騷擾到別人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建議 如果不是住在這條村的朋友 你過來走山 或者是看景點的話 盡量走大路 然後走到我 稍後就會告訴大家 在哪一個位置 就可以進到另一個景點 就是剛才我們在武英健康園 穿過那棵樹的石澳第二灘 不過大家穩穩穩 大家看清楚 這裏是一條行車路 出入的話 記者一定要尖前顧後 看一看前後有沒有車 還有就是 好像剛剛大眼所說 一定要記住 不要騷擾到附近的居民 現在來到這個路口 看到藍色這間屋仔 後面有一間士多 這條路就轉進去 這條路轉進去 沒多久 大家就應該會見到一個海邊 現在的靈感好像回來了 我開始感覺到了 感覺到了 前面的位置 就應該是拍電影的地方 大家沿著這個海邊走的時候 雖然現在看到白色堤壩的這個邊 不是一些電影拍過的景點 但是也是非常漂亮的 大家在這兒看海 跟上海景、吹吹海風 拍下相片打下卡 其實都不錯的 我都見到下面的石堆 也有些人在拍照 在打卡 大眼 藍天月白雲 一定要打卡 幫幫手 先拍張照 嘩 真是瀟灑 你說的天 好 我們穿過了 現在看到石堆第二攤 距離我們要去的景點 已經不遠了 大家猜猜這個景點 是發生過一些什麼劇情 一定是尹天仇 尹天仇就是主角 必定 雖然今天風和日禮 但當時拍這條影片 在這個位置 是跟雷宇有關的 雷宇? 雷宇? 雷宇我都洗牌的? 沒錯 周圍紅爺 帶田雞和田筒輝 出來找星爺學戲的位置 我看到了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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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親吻一下大地 說實話 你不要踩我腳 我都可以 做戲 可以的 會哭的 再走進去 說兩件事 第一是說雷氣 第二是說雷氣 首先我先說雷氣 再走進去 其實這個位置 現在我們見到封住了 上面就是母英健康院 周星馳看下來 喊下來的位置 張拍姿就是這裡 大喊 不要上班 那位置 大眼 你做雲天仇 我做扭飄飄 你在上面喊下來 可以嗎 現在這個位置是封住了 以前如果沒有封住的時候 其實阿扭飄飄 是應該從那邊走的 出市區 不應該走這個沙灘走 所以這裡 就不太符合邏輯 不過電影就是這樣 大眼真的沒有介紹錯 這裡絕對是景點之類的景點 大家都看到了 我整個周星馳粉絲 看他的衣服 喂 武長問答遊戲 請問現在衣服裡的周星馳 角色叫什麼名字 旁邊那位女士 又是叫什麼名字 他有什麼花朵之稱 記住啊 武長問答遊戲 知道的朋友 可以在下面留言 不用問我在哪裡買 這件衣服 可以在我們偉大的淘寶買回來 大家只要去打回 周星馳 T恤 有的了 那我們出回到市多 那個位置 就沿回條路一直向上走 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已經走到過來 這個樓梯位那裡 我們現在走到樓梯 轉過彎 這條情人橋是不是很漂亮呢 其實這條情人橋 之前在山竹吹襲香港的時候 是吹倒過的 但由於太受歡迎了 亦都太多情人想來這條橋打卡 所以這條橋終於都整回了 喂大銀 你的嘴巴想要幹什麼 喂這條情人橋來的 我對你一個男人 不要玩這些東西不行 鏡頭見到家偉 就一個人在走這條情人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害怕了大銀 所以我就一路向前 不斷向這個彪桿藉口 向我們山頂進發 不要緊啦 家偉 我們走快兩步 讓人不用用奇異的目光 來看我們兩個 要不然 我們就好像向左走和向左走 現在大家看到面前的這條山路 家偉就一枝箭地走上去 我們由下面上去 其實都不用十分鐘 不過都是有點喘氣的 但是我們可以在這條路 休息一下 例如來到這個景點 這個好像一個防空洞的地方 但是它背面看出去 真是一望無際的海景 山景 進入眼簾 除了可以看到第二灘之外 亦都可以看到大浪灣 以及是將軍澳的137區 這條路看起來好像很斜 但其實這條是一升路線 合家歡路線 帶著小朋友走上去的話 我保證小朋友都不會氣喘 沿途我們都會看到很多奇形怪石 喜歡的可以去打卡 但記住 盡量要小心 因為始終來講 棄山不莫棄水 什麼棄山莫棄水 家偉 其實山大家都不可以亂玩 行山 行山一定要顧及安全 沿途大家所見到的丫叉位 是不用怕的 條條大路 通羅馬 都是可以上山頂的 我們見到很多拍照 發燒友 在這裡打卡 打卡再打卡 各位 這絕對是打卡勝地 大眼 走快一點 你再這樣的話 我跑上去不等你了 你又說不喘氣 現在我走到差不多 都未到山頂了 我已經喘氣了 喘了幾口 正所謂玉窮千里木 更上一層樓 我們上一座山那麼高的話 什麼都看得了 辛苦少少 值得的 大眼 好 我們不用十五分鐘的郊位 走到山頂 看到我們後面山頂的這個艇 沒錯 到這個艇 基本上告訴大家 你這條行州路線 已經看到了整個大澳 石澳 不是大澳 不過不要緊 雖然我們剛才口誤 但是我們走的路線沒有錯 是清潔香港的路線 沒錯 國家愛護我們香港的路線 由清潔沙灘也好 其實如果大家拿著鉗 拿著膠袋 其實你去到哪個地方 就算不用鉗也好 走到任何一個地方 都可以清潔香港 最重要是秉承一件事 就是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 你帶得上沙的東西 就不要想著 拿手放在街上 比如什麼椒皮 橙皮 等等之類 這些不是肥料 這些叫垃圾 所以大家記住 愛護香港 愛護我們國家 就一定要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 如果大家一家大小 想著有什麼週末 周日好去處的話 這條片幫到你了 記得留意我們香港青年 和論盡香港的頻道 因為我們接下來 我和家偉都會有空 帶大家去多走一些美麗的風景 和有時間的話 我們也會搞多一些 清潔香港的團 帶大家到處去清潔我們香港 希望還我們一個 潔淨的香港 最重要的是什麼 留言、分享、訂閱、讚好 還有記得 我們剛剛有些 沒有掌問答遊戲 知道答案的 快點下面說出來 好了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 下次再見 拜拜